全球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爆发内战以来 烽火不断引发人权危机 联合国调查发现 政府均严重侵犯人权 不只草菅人命 处决无辜的平民 强奸妇女和女童的行为更是常见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联合国敦促南苏丹总统基尔采取紧接的行动 将罪犯绳之以法 避免酿成更多悲剧 南苏丹政府总统之间的权力斗争 激化为种族对立 上个月7号战况更是严重升级 零星交战演变为武装战斗 联合国派员勘察 发现政府均和反政府武装分子 在交火中向平民下手 至少73名平民受害 但实际人数恐怕更多 报告揭露 政府均上个月11号 闯入首都珠巴一个住宅区逐户搜查 逮捕8名努尔族人 在附近酒店枪杀当中4人 当中包括一名新闻从业员 联合国怀疑 政府均显然瞄准了与副总统同族的 努尔族人 除了杀戮行为 性暴力情况也非常严重 珠巴一个小镇 就有上百宗女星遭强奸 或集体猥亵的事件 而多数案件 竟然发生在政府均设立的检查站 再在显示政府均 行正义之名 干下奸淫掳掠的受刑 而联合国认为暴力横行 政府难辞其咎 有关报告 目前已经成交给安理会进行审议 联合国呼吁南苏丹当局 采取有效步骤 保障平民 追究安全部队的罪行